喜歡看棒球的民眾一定聽過經典的加油歌 再出發 這首歌的主唱任賢奇 今天談到經典賽 忍不住是大力讚賞這些球員 認為中華健兒的表現有100分 但是呢也希望政府有關單位 要用好的方式來培養球員 再來棒球的球迷一聽到這首歌 絕對再熟悉不過 雖然中華隊在經典賽八強止步 不過已經凝聚不少球迷的心 在出發的主唱任賢奇也對中華隊予有榮言 我也沒一直在關注 因為我的歌跟棒球混滿接近的 因為我那時候唱的再出發 我覺得我們的中華健兒們都盡了力 在經濟艙的隊長恰恰彭正銘 戴著墨鏡被粉絲拍下身影 雖然中華健兒隊上有紅色閃電支撐的古巴隊 被提前結束比賽 不過任賢奇還是對中華隊深具信心 我覺得他們都盡能力了 我們應該給他100分 我想王建民又讓我們刮目相看 希望他這次能夠讓大聯盟 重新去評估他的實力 他非常的穩定 而且我們前幾仗打勝仗 他真的是最大的功成 被喚起棒球混的任賢奇 聊起比賽也熱血起來 表示對中華隊萬分感謝 只是期盼有關單位能從紮根開始做起 才能讓中華隊能有好的環境再出發 UDN TV 蔡仲武 月佳妮 台北報導